您知道嗎 主流族群即將大洗牌 關鍵的財富重分配時間點 就在5月份 三大主流族群當中 又蘊藏了哪些好股票呢 亮素之下 如何在潛水中養出大魚 而如何在波段當中 將您的獲利最打化 另外在加碼公開法人等級的 母子操盤鎖定股 如果您錯過了在過去半年中 每個月的獲利機會 從光美的74個百分點 到東京的22個百分點 到大雅的22個百分點 甚至車王點的26個百分點 這一場 從散戶變大戶線上分享會 就在5月7號星期六下午2點 有請您一起來叫上卡位 掌握5月關鍵財富重分配的好機會 現在就即刻報名 02-2542-6555 或點選下方報名資訊 負頂、環球金、榮運以及新唐 這些股票有什麼特色 以及我們的金城所至 今天攻上了漲停板 它究竟符合什麼條件 再來是 拇指操盤法 我們要公布 十大潛力股 以及如何操作 在哪裡公布 都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馬上收看 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慧香老師 那疫情在最近持續的蔓延 昨天已經到達了兩萬多個人 似乎感覺好像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越來越多的人有染疫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所以慧香老師今天也把口罩戴起來了 那你的部分也要注意保護好自身的健康 雖然說現在大家都覺得好像 這個染疫都是一些輕症 但是畢竟不要得到是比較好的 所以要保重好自己的身體 好 那麼現在是5月份 很多人在股票市場 我們說過 在今年1月到4月都是呈現下跌的一個狀態 那你心裡面一定想的就是說 為什麼我就不會賺錢 股票市場有兩道門 一道是散戶 一道是大戶 那當然 你一定會告訴我 我要當大戶啊 沒有人想要做散戶嘛 那既然你想要當大戶 你就必須要了解 大戶他到底是怎麼看現在這個市場 以及大戶他是怎麼操作的 來 惠山老師我們從法人圈的自營部出來 所以我給你的包含一些思考 包含一些邏輯 都是完全依照大戶的思維跟操作 來去給你 那法人的操作思維他第一個 一定會先談到總經的部分 我們要由大而小啊 總不能國際局勢 你搞不清楚就要一直衝吧 是不是 那現在國際局勢到底是如何呢 我們知道聯準會在 應該是說明天的凌晨 他就會公佈這一次升息的幅度 那當然現在幾乎是底定 應該是升息兩碼 那未來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預估 可是這個預估他會不會有變數 以及美元指數 他現在目前就像你看到的 已經來到了2020年3月當時的高點 所以2020年的3月就是當時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 那經過了將近兩年半的時間之後 又回到了當初的原點 好 那現階段 包含說 聯準會抽資金 以及造成外資的一些現象 對於台股的走勢 以及影響 究竟會如何 這個你一定要先知道嘛 那這個分析究竟在哪裡呢 就在惠山老師 我們5月7號下午2點鐘的線上分享會 我會告訴你 從美國的升息 沙盤推演到我們國內的台股 未來的走勢會如何 當然你會說 老師可是我知道了這個指數的狀況之後 我有一些其他的我並不是很清楚啊 我們說過法人的操作思維 先是從總金帶來到產業 然後產業再來到個股 以及最後操作策略的訂定 那我們這一次的演講會 除了總金的部分 我還有告訴你 我還會跟你分享產業的部分 好產業的部分 或者甚至是說 接下來應該會面臨什麼樣的狀況 關鍵的財富重分配 我們訂定在5月 為什麼我會講會在5月呢 因為我現在先透露一點訊息給你 接下來會面臨兩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叫做指數徹底 相形整理 也就是說指數它會進行一個走勢 什麼樣的走勢呢 它會持續的往下慢慢的往下測 然後測次底部反彈測次底部反彈 它會在接下來進入一個相形整理的狀態 好那麼指數在進入了徹底 相形整理的狀態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現象 什麼樣的現象 因為聯準會升息最大的幅度 預估會是在5月跟6月 落在這兩個月份 所以在這之前 資金其實還是持續的在做 所謂的抽回的一個狀態 起碼它不會再放出來 那麼大盤我已經講過了 就是2500億到3000億 起碼在這一個多月當中 還是會持續呈現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你不相信嗎 那你就來看一下最近的量 惠山老師有沒有跟你講得很清楚 你看今天1923億 昨天1774億 前天2561億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態之下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什麼樣的事 你會發現盤面上 好像有些股票產生了一些變化 來比如說今天什麼股票很強呢 半導體最上有6488環球晶 好可是環球晶一開的時候開550 最高衝到559 可是最後是收在543 所以換句話講 他是收了一個黑K 比如說 以最近最明顯的台積電 台積電你會發現 他好像在這邊 跌不太下去了 好可是反彈上來他的幅度 也並不是這麼的大 好來 今天比較強勢的一些航運類股 比如說像榮運 榮運也是一樣最高來到38塊6 最後收在37塊6 你會發現說好像是不是有一些股票 他在經過整理完之後 他開始已經出現了所謂一個反彈的狀態 來 可是問題是這些股票反彈過後 可能他的幅度不是很大 就是反彈完一下子之後他就開始陷入整理 好來 今天比較明確的 就像4919的新唐 或者是說像8261的副頂 當然他們都有一個特色就是 你看指數他現在 在這裡測試我剛剛所講的 測試打底 然後進入箱形整理的階段 今年以來指數已經跌了2100點左右 所以很多股票其實大概跌了三成四成 那這樣子的時間空間之下 你說有些股票他要反彈 那當然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 只是說像我所講的很多股票就是可能反彈一下 他就會開始又進入整理 因為量不足 所以資金一直的在進行所謂輪動的狀態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我們預估 起碼在五月份還是會維持這樣的狀態 甚至可能到六月中旬 好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在對的時機點做對的事 所以你現在的操作就是混水摸魚 靈活買賣 我也跟你講的非常的清楚 目標設定就是一成到三成 好那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很多的個股 像東簡 就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獲利了兩成三 加金獲利了一成六 盛群獲利了一成 細微獲利了一成三 那可是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說老師我想要多賺一點 因為畢竟 我相信你是想多賺一點錢的 好那如果我能夠多賺一點的話 是不是更好呢 不過現在行情就震盪 那震盪有些股票上去又下來上去又下來 可是我要怎麼樣能夠賺多一點呢 來法人的操作告訴你 總金產業到個股之外 還有很重要的一項 就是操作策略的定定 對你要有一個策略跟方法 不是說勾皮好就好 就好像說今天廚師煮一道菜 你煮出來的跟廚師就是不一樣 明明同樣的食材啊 你是干貝我也是干貝啊 好你是蝦子我也是蝦子啊 可是煮出來人家就是比較好吃 為什麼 因為人家是廚師嘛 因為人家有技術啊 人家有方法啊 所以股票同樣一檔股票 你如果有技術有方法的話 你會發現 一支股票看起來好像不怎麼起眼 可是卻可以讓你賺很大 來我們的拇指操盤法 利用專注的力量 拨斷單 長線布局 價差單 來回操作 讓你達到1加1大於2的效果 最明顯的 我講過就是安吉 我們的拨斷單才賺4% 可是經過的價差 可以賺到全部合起來15% 有扣訊有證明 我們的車王店 拨斷單真的也只有4% 可是透過兩次的價差操作 可以獲利到30% 好來這是扣訊 然後再來我們的水星霞大雅 我們現在拨斷單還留著 那拨斷單還留著 到現在其實也沒有 太多的獲利 可是這中間已經操作過兩趟 一趟1乘5 一趟7% 所以你在量縮的時候 你要懂得利用好股票 利用專注的力量 來替你累積財富 這是第一階段你要做的事 而且這一個拇指操盤法 我認為它對你的未來會非常的重要 不是只有在波段整理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行情震盪整理 箱形區間的時候 如果今天它能夠順利走出一個走勢 你利用拇指操盤法 你可以更加的擴大你的獲利 我們每一年都會用這樣子的操作策略 進行很多股票的操作 比如說像108年 像111年 那111年你看到就是大雅安吉車王店 那在108年 哇老師108年耶 對 我們當時利用中環波段賺3成5 價差賺3成8 如果只掌握到波段3成5 也不錯啦對不對 可是我再多一套資金下來 我多賺3成8 好來 這是當時的抠訊 我說過我們每一檔股票 都有非常明確的抠訊 我現在還拿得出來當時的抠訊 來告訴你 而且這個數字完全沒有灌水 惠山老師把大家當好朋友 所以我們絕對不隨市場起舞 我們都找好股票 提前卡位坐較上 像當時的中環 我們波段單賺3成5 價差單賺3成8 一檔股票7成3 親愛的 我不知道你現在面臨了什麼樣的困難 但是為什麼 我們要在這個時候 我辦線上演講會 因為我覺得 確實今年1月到4月這一整個階段來講 對你來講是很困難的 那我也感受到很多投資朋友 其實心裡面是蠻悲觀的 你知道全球的這個恐慌指數 悲觀指數 投資人的悲觀指數 已經是來到了2009年來3月的高點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2009年是一個什麼樣的時間點 他的前一年 2008年 叫做金融海嘯 當時雷曼兄弟 拖垮了一大堆的銀行系統 拖垮了一大堆的包含房地產 所以很多人 瞬間包含像當時我有 朋友在足科上班 在台積電 那時候很多的所謂的電子公司 也在進行輪流上班 輪流的放假 所以當時的景氣的氛圍是很悲觀的 可是時隔了 你看2022到2008年 時隔了14年 悲觀的指數又回到當時的一個位階 但是我們發現其實很多的企業 或者很多的廠商 你有聽到停工嗎 沒有 你有聽到獲利衰退嗎 其實我們現在第一季出來 很多的公司獲利還是在成長的 那當然他不能保證說 未來他會持續成長 但是大部分我有研究過 就算沒有成長 可是也沒有衰退很多 那台股現在的本益比只有13倍 我們歷史的最低檔 應該是說在前一次的最低檔 11倍多 所以換句話講 現在已經是接近在下緣的部分了 好 那利用母子操盤法 我們可以一檔股票 得到最大化的獲利 來當時的抠訊 這樣子的這個例子非常多 因為會想老師我的宗旨是這樣 你今天不要亂追股票 好多股票不用多 就幾檔就夠了 那你用這幾檔 你對他越了解 你就越能夠掌握他的脈動 我常講股票像小孩一樣 很多人就老是股票怎麼會像小孩 每一檔股票的股性都不一樣 有些股票就是很牛 有些股票就是很活潑 那你如果用很牛的方式 去對付很活潑的股票 那你就會很慘 那如果你用那個很活潑的股票 去布局那個很牛的股票 你就會氣得要死 好 所以每一檔股票 有每一檔股票的脈動 那我們每一次的操作 他就是勝負50% 可是當你對一檔股票夠了解的時候 你的勝率就會開始往上提升 好來我們在109年 我說每一年都有 而且非常的多 好中陽光 當時我們撥斷單獲利了3乘5 兩次的價差獲利了2乘7 來有扣訊有證明 這個當時你看 109年的1月9號 我把它叫做四目陽陽 中陽光 我們當時操作撥斷單獲利35% 然後兩次的價差單合計起來 獲利27% 加起來多少 62% 好 這個都是 惠山老師歷年來 我們利用拇指操盤法 最明顯的例子 另外一檔 6514的瑞特 5G天寶寶 撥斷單獲利3乘 價差單獲利21% 來這是當時的108年的 5G天寶寶瑞特 撥斷單我們獲利30%之後 價差單獲利21% 加起來 51% 你說 你就算在之前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或者是挫折 其實你真的只要用一檔好的股票 就能夠幫你扳回一層 那我們現在已經在今年利用了大雅安吉車網店這樣子的標的來驗證來告訴你 那之前我們也曾經有過這樣子的例子 甚至你會發現為什麼惠山老師你的勝率這麼高 因為其實跟著我很久的家族成員會發現 老師高評輪流做 循環做 去年做過了今年再做一次 因為股價它會循環 你看我們當時在108年操作瑞特 我們後來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110年我們又再操作一次瑞特 當時的瑞特 因為漲得太快了 我們來不及布局價差單 我也老實講真的很可惜 可是我們光一次的撥斷單我們也獲利了46% 好所以各位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要利用專注的力量 不要再當散戶了 你一輩子買了一大堆股票 好像在買菜一樣 沒有一檔股票為你留下些什麼 如果今天有一檔股票讓你賺個五成六成 甚至能夠利用像價差的力量 讓你可以賺到七成甚至一倍 我相信你從此會不同 好所以怎麼樣散戶變大戶 就是我們這一次演講會非常重要的關鍵 因為上半年真的很多人受傷了 我希望你下半年絕對要把握機會扳回一層 所以我要告訴你這個方法 好來那麼母子操盤股 當然它是有些條件存在的 我們在這個演講會當中 我也會明白的告訴你 要符合母子操盤法的股票 它必須要有什麼樣的條件 並且我會公開這個 十大鎖定的潛力股來告訴你 好那車王電大雅跟安吉是我們已經操作的 還有其他的股票 好那而且我覺得這個時間 其實已經開始陸陸續續的在發酵了 因為我們其中的一檔 母子操盤十大潛力股 今天開始上工 好我們盤中硬的收盤之後它漲了快要6% 好那像這些標的我們都會在這一次的說明會當中 來跟你做分享 所以對你非常重要 因為這一次的演講會含金量非常高 好那惠山老師當分析師這麼久 我們第一次辦演講會 我就被那個投資朋友講 他說惠山老師你都不辦演講會 其實很多人之前就一直希望就是在那邊敲鑼打鼓 老師你趕快辦演講會 可是真的我的時間很有限 因為我們每天要閱讀很多大量的資料 整理資料 然後要分析一些東西 那辦演講會其實是一個很耗時間跟精力 因為惠山老師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既然要辦我就辦好一點 所以我會把很重要我認為很關鍵的 我很仔細的告訴你 所以我們這個演講會聽完之後 你就會有很大的啟示跟啟發 我希望能夠讓你得到的是這樣子的 好所以這一次的演講會我們 會從總金的部分開始講到盤式 以及拇指操盤法你怎麼樣 用什麼樣的條件來去挑選 然後甚至好朋友做到底 我就直接挑選出來 我認為適合做拇指操盤法的個股 來跟你做分享 都在這一次的演講會當中 那趕快把握機會報名 怎麼樣報名 你可以撥打我們下面的專線 或者是你可以在我們的粉絲團 你是我們的團友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又不想打電話 那你就掃QR Code QR Code 掃進去 我們裡面會有表單的連結 把表單填好就可以了 灰山老師5月7號下午2點鐘 跟你線上來相會 好這是第一個現象 講到這裡你第一個現象會不會忘了 第一個現象就是指數徹底相形整理 好這是第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現象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的很多股票開始落底 那他好像跌不太下去了 好那這些股票跌不太下去 當然短時間他也不會大漲 那他現在在做一個動作 動作叫做足底 對因為不可能V轉啊 你不能說老師我跌下去馬上反彈上來 那不可能的 好他會開始足底 那足底完之後他會開始進行上升的動作 那當然他需要一些時間 所以你在5月份要做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利用拇指操板法 來去來回的轉價差 這是第一件 然後第二件我們要眼光放的更大一點 因為我說過在6月應該是會是升息的最大幅度 再來後來會慢慢的減緩 那這些現象都已經反應過了之後 這些優質股他們就有機會可以喘息啦 好不然之前外資資金一直會出去 那個這些比較好的股票 說真的也沒有什麼發揮的空間 因為量也進不來 好但是他們在下半年會有走勢 可是你不能夠得到他上去了 你才要開始動作啊 你要現在就開始準備了 好來就好像我們在去年操作的威風 你看一檔股票就可以獲利9成 好這是當時的抠訊 就好像我們在去年年底操作的光磊 你看兩次的價差就獲利了7成4 你看其實這一檔股票我們也有用拇指操板法 好不只是賺波段還有賺價差 我們的兩次的波段4成2加3成2總共是7成4 幾檔股票炭7成4那時候很多人都快要瘋掉了 但是你如果資金夠多的我們再來做價差 兩次的價差一次3成一次2成7 57%你看74%加57% 一檔股票就這樣子可以賺一倍 那你說你就算上半年 老師我真的覺得我的操作不如人意 但是一檔好股票就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只是怕你沒有動作就是一直很被動的 老天爺伸手要幫助你 你自己手要伸出來 老天爺要幫助你 老師我不要了我不要 那就也沒有辦法了 天助自助者 好來這是當時的抠訊 所以關於波段潛力股的部分 是惠山老師我們在這一次的演講分享會當中 我也會跟你提到 那當然波段潛力股他也要有一些特色啊 這些特色我也都幫你一一條列好 重點來了 老師條列好我也不會趕快 你們的要求真的很多 那沒辦法幫你當好朋友 我說我很龜毛 既然要我就要準備完善一點 好那條件我也告訴你了 可是1700多檔股票不知道怎麼選 好啦所以惠山老師呢 好朋友做到底 我跟你講過這些股票 我先透露一個訊息 要走出波段的股票 他一定必須是要有趨勢的 好所以我們先透露第一點 他的產業趨勢必須是向上 哦產業趨勢向上 那可是這麼多產業到底是哪一些啊 然後你們問題真的很多耶 那再來透露一點點好了 產業趨勢向上 好可是好多感覺都都是 就是好像都有機會都沒把握 我鎖定三個直接告訴你 2022年的下半年三大主流 電動車低軌微星網通伺服器 為什麼 我們在演講會當中 我會告訴你 現在沒有時間告訴你 我只是要告訴你這三大主流 好 可是這三大主流 包含的股票實在也很多 而且到底要怎麼快 那好再來再加碼 來我們有十大波段潛力股 惠山老師挑選出來 要來跟你分享 好這些內容都在我們 這一次5月7號的線上分享會 5月你的財富重分配關鍵 為什麼我從總金來告訴你 然後從兩個方式 第一個母子超盤法 然後母子超盤法的條件 以及個股 我們都會告訴你 然後第二個波段股即將要落底 那我們要怎麼樣提前掌握 波段股的潛力股 他們有什麼樣的特色 以及接下來這些股票 哪些有機會 好 惠山老師都整理好給你了 夠用心了 夠有心了吧 所以好好把握機會 因為我們真的不常辦演講 我是第一次辦 以後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 可能要很久很久 N年以後了 所以你好好把握這次機會 散戶變炸戶 2022財富重分配來臨 三大主流精選好股 以及母子超盤十大潛力股 灰山老師來跟你分享 都在這一次的分享會當中 怎麼樣加入這一次免費的演講 波打下面的專線 或者是我們的Live粉絲團加入 在裡面有表單 填完表單之後就可以 5月7號 會山老師等你一起來 也祝你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明天再會見